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催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春天来了,花都开好了 姚仙玉的心却寒得像一潭死水 两个月前,独生子小枫在海边游玩 不幸去世了 那一刻,姚仙玉觉得珊瑚海啸 将她的整个世界推入黑暗无边的海底 姚仙玉天天搂着儿子的遗照不放 茶饭不思 整个人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 老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失去了小枫 当爸的心疼得辗转难眠 可看到老婆生无可恋爱的样子 无异于雪上加霜 夫妻俩感情很深 二十出头就在一起了 那时候老陈的家境不大好 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姚仙玉家是开杂货铺的 爹妈生得一幅小市民心肠 他们特别瞧不起穷不垃圾的准女婿 千方百计阻止两人在一起 还打算将女儿嫁给一个小老板 只是没想到姚仙玉第一次鼓起勇气 连夜收拾好行李跟着老陈跑到省城打拼 好在老陈脑子灵广 颇有下厨天赋 他从酒楼小厨师做起 起早贪黑地干 将攒下的每一分钱都交到了姚仙玉手里 如交四期的日子过了三年 姚仙玉一直都没怀上孩子 心中不免担忧 老陈陪着他到医院检查 才发现姚仙玉的输卵管异常 不容易当妈妈 姚仙玉泪流满面 觉得很对不起老公啊 哭求着医生想办法帮忙 得益于医学水平一直在进步 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来解决难题 姚仙玉身子骨不是很好 但为了孩子 他极力地忍受打针取卵的痛苦 终于让受筋卵在体内安下 当时怀上的是两个孩子 医生说生长空间不足 需要减胎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夫妻俩做了艰难的抉择 才让儿子来到这个世界 不知是不是老天爷想弥补 姚仙玉吃过的苦 儿子小枫从小就特别懂事听话 夫妻俩文化程度不高 却意外养出了一个爱读书的小状元 小枫的作业没让老陈和姚仙玉心烦过 回回考试都是全班前三 那时候夫妻俩开了火锅店 起早贪黑拼命干活 还折腾住一家口碑不错的火锅底料工厂 事事亲里亲为 考上大学的小枫拍拍胸脯 要好好学习 将来把现代化管理纳入厂子 将老陈打拼下来的事业发扬光大 毕业后小枫进厂子从基层做起 丝毫没有半点公子哥的罔绰脾气 他经常到车间跟师傅们学习经验 想办法优化流程 老陈和姚仙玉非常满意 幻想再过一两年 儿子找个志同道合的媳妇回来 老两口就把厂子交出去 安心等着抱孙子了 谁能想到一场意外 将他们所有的希望彻底覆灭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辛酸 在持续发酵 可老陈不能放任厂子不管 毕竟这么多员工在跟自己混饭吃 肩上的责任不能说丢就丢 这样一来 姚仙玉大白天待在家里 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想法 尽管请了保姆照看他 老陈仍发现他偷偷吃安眠药 质量不小 老陈吓得赶紧把人送去洗胃 心疼的抓着他的手流泪 嘴里喃喃 要是连你都离开 叫我怎么渡活 看着丈夫形容憔悴的脸 姚仙玉心下内疚 这时姚仙玉的娘家妈来了 身边带着亲孙子姚安平 姚安平是姚仙玉亲哥的二儿子 比小枫年纪小了三岁 他一上来就扑在病床前大哭 姑姑 你不能想不开呀 表哥虽然年纪轻轻走了 但你还有我 姚妈从眼角挤出几滴泪 仙玉 我跟你哥商量过了 他有两个儿子 就把安平让出来给你养老 以后有了孩子 不能再干傻事了 老陈在旁听着 眉心不由的皱了皱 说起来 丈母娘一家可不是省油的灯 当年姚家人闲平爱妇 坚决不让女儿嫁给她 为了这事闹了很久 他们连过年都没让姚仙玉回门 一直到夫妻俩吐气扬眉 买车买房 丈母娘的脸色才变得好看起来 大舅子有两个儿子 一直以来 不知让姚仙玉割了多少肉 补贴娘家 老陈虽觉得不爽 但为了让妻子不被丈母娘 指着有了男人忘记家 还是游着她折腾 只要不大过分就好 如今小风出事了 姚妈就说把大舅割的儿子 挥过来当养子 是喜是忧 一时难测 姚安平从小嘴巴就特别甜 知道红好姚仙玉就有数不清的糖果和新衣服 将估执关系处得挺和谐 姚妈喜滋滋的说 以后啊 安平就是陈家的亲儿子了 你们能把小风教得那么优秀 肯定能把这孩子培养出来 将来还能帮你们养老 姚仙玉看着姚安平 只觉得她的眉宇之间跟小风有几分相似 思来想去 她咬着嘴唇啊 哀求老陈把侄子留下 姚安平坦而皇之地搬进了老陈家的大房子里 每日从网上搜刮笑话 殷勤哄姑姑笑出来 或许是亲情有疗伤作用吧 过了大半个月 姚仙玉的脸色总算不像死人那样惨白了 于是姚安平瞅准时机 在给她捏背锤腰时 提出想到火锅底料厂上班 姚安平心事淡淡 一定追随表哥的步伐 将她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完成 将场子发扬光大 说实话 老陈听到姚安平的请求 心里在突突地打鼓 姚安平从小不爱读书 毕业后第二郎当没个正行 把品性低下的人弄进厂里 老陈总有种不安的感觉 可姚仙玉把侄子当成了儿子的替代品 忍不住求了她两遍 老陈只好点头同意 事情果然如老陈预想的那样发展 姚安平一进厂子 就把自己当作未来老板看待 迟到早退 动不动嗑色主管 揉捏工厂女工的屁股 还威胁对方别吭声 否则立马解雇 接下来整整一个多月 姚安平把厂里的人得罪个辩 弄得个个敢怒不敢言 可回到家 她就变成孝顺嘴甜的亲儿子 变着花样哄姚仙玉吃饭 散步喝安神药呀 老陈呢进退两难呢 该说的呀她都对姚安平说了 狗改不了吃屎就是人家的本性 看着姚仙玉气色一天天好起来 常念到这给姚安平买东西 老陈只好暂时按下心中的怒火 姚安平贼惊 看出来了老陈对自己的忌惮 野心越发变大 姚仙玉生日那天 她本来念着丧子之痛 压根不想庆祝 姚安平不乐意 她主动订了一桌水酒 把一屋子的姚家人请过来 还说表哥在天上看到 肯定希望他过得幸福 姚仙玉感念侄子的体贴 转了五千块钱 让他操办一桌酒席 姚安平买了一条三四百块的链子呀 亲自挂到了姚仙玉的脖子上 说以后年年岁岁 就由他代替小枫 向他照顾到老 一屋子姚家人团团坐着 气氛倒也轻快 老陈见姚仙玉脸上的愁容啊 散不去 就将心里积累的不痛快散去 儿子走了 如果老婆觉得跟娘家人多走动 才安心那随他去吧 可是老陈终究低估了人性的贪婪 久已半憨 大舅哥搭着老陈的肩膀 带着几分酒意大咧咧的说 妹夫你儿子没了 我两个儿子都好好的 这就是命啊 老陈神色一僵 脑海涌出多年前 大舅哥不待见自己时骂过的话 敢把我妹子带走 你肯定会断子绝孙的 姚仙玉也想起了这一茬 赶紧夹菜到大哥碗里 企图封住他的嘴 可是大舅哥是个没眼色的人 以为姚安平过季给妹妹 他就能对妹夫遗旨其事 他爹爹不休 妹夫 你年纪大了 不如赶紧把场子呀 交给安平打理 还有我大儿子一家 都弄进去工作 保管啊 让你们两口子衣食无忧 老陈面行如水 大舅哥说笑了 安平年纪还小 就算交给他也要历练 姚妈趁机复合 历练什么 以前小峰刚毕业 你就说打算洗手不干了 现在啊 有安平兄弟帮衬着 你早晚要把场子交给他们的 不如早点放手 姚仙玉再迟钝 也看出了娘家人的野心呢 前阵子 他活得 浑浑噩噩的 被娘家人的关系一哄 脑子就短路了 可场子是老陈用命打拼回来的 他们怎么可能轻易拱手让人 姚仙玉看了一眼 脸色大变的老陈 立马将大哥的话头斩断 多年抗力 终究没有糊涂到极点呢 老陈松了一口气 过了没几天 姚安平蠢蠢欲动 给姚仙玉用魔术 变了一朵花后 到戚戚爱爱 提出啊 想买房子 姚仙玉心头一震 突然之间醒悟过来 儿子还在的时候 他就特别讨厌 不劳而获的大舅一家 觉得他们像吸血鬼一样 揪着他们家不放 如今儿子走了 他差点因为贪婪当妈的感觉 将自己和老公 推入另外一个深坑 姚仙玉找来了娘家妈 对她说起自己 不能再生的事情 姚妈愣了片刻 我知道啊 不然我不会让安平 过来给你当儿子 姚仙玉冷笑 可是老陈还能生啊 要是你们三番五四 得寸进尺 他肯定会跟我离婚 另外找年轻漂亮的女人生一个 姚妈吓了一大吊 为了保证将来 能继续从女婿家捞点油水 他只好啊 按照女儿的叮嘱 善善地把姚安平带走 当天夜里 姚仙玉亲自做了几道 老陈爱吃的菜 打算跟他好好聊聊 痛苦过后 他总算是明白了一件事情 人死不能复生 当妈的痛苦下去 儿子也不会回到身边 只是这段日子以来太委屈老陈了 为了照顾他 这个朴实勤奋的男人 正忙成陀螺之鱼 还时常提防他做傻事 可是失去儿子的痛苦 本来就该是两人共同承担的呀 他怎么能独自沉沦 在亲妈面前 姚仙玉没把实话全说出来 他不能生是真的 可老陈也同样如此 小枫七岁那年 厂子刚投入运营啊 一切忙得不可开交 姚仙玉自然抽不开身 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 意外有了身孕 还在不留神的时候 小产了 导致彻底不能怀孕 老陈自责不已 如果不是他太马虎 老婆不用遭这样的大罪 为了避免姚仙玉胡思乱想 担心他会另娶他人 老陈悄悄做了绝育手术 说以后啊 把小枫培养出来 夫妻俩就可以游山玩水 痛痛快快地过日子了 失去儿子的弯心之痛 险些让姚仙玉忘记了 这世上还有一个男人 值得他好好活下去 就像好久之前 老陈对他说过 一辈子要一起走 谁也不能半路丢下水 姚仙玉为这阵子的 洪洪噩噩 感到愧疚 儿子纵然离开了 至少还有一个 爱他入股的男人活着 想通想透后 夫妻俩推心致富地 谈了一整夜 决定好好的 为养老做准备 老陈年纪不小了 打算请职业经理人 回来管理厂子 然后拿出一部分钱出来 为尸毒老人提供关怀 他们也到孤儿院当义工 去抚慰那些 没有爸妈的孩子 得了空 老陈旅行年轻时的承诺 帮姚仙玉到外面的世界走走 将烦闷的心打开 或许人间就是这样的 不一定所有人都有孩子缘 能将亲情持续到最后一刻 何况生命不止一种活法 有人能享受天伦之了 有人可能要孤独余生 但无论如何 在拥有努力热爱的人时 永远不会辜负岁月的馈赠 他相信那个阳光般的大男孩 一定会在天上守望着爸爸妈妈 直到三人重新在另一个世界相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会尽力满足的交换 我会尽力满足的交换 好 我会尽力满足的交换 我会尽力满足的交换